《论语》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,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、论理思想、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,享有半部论语至天下的美丽,其中许多理论至今仍被视为智礼。 大家好,今天我要讲的是《论语》《紫罕篇》第十六章 子曰,出则是公卿,入则是父兄,丧事不敢不免,不为酒困,何有于我哉? 孔子说,在外侍奉公卿,在家孝敬父兄,有丧事不敢不尽力去办,不为酒所困。 这些事,我都做到了吗? 所谓出则是公卿,即在外为政,就得尽职守,做个称职的官员,这是终的体现。 其实,对于现代人而言,不管你是围观也好,还是公司里的职员也罢,最重要的也是尽职守。 入则是父兄,说的,说在家最得尽心尽力的孝敌父母,有爱兄弟姐妹,这是孝的体现,正所谓,百善孝为先。 孝敌本来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,对于个人来说,则是立足于这个社会的根本。 初则是公卿,是为国尽忠,入则是父兄,是为长辈尽孝,终于孝是孝特别强调的两个道德规范。 于小家有孝心,于国家和中心只是对象不同,但归根结底,则是人心,为人必须从孝敌入手,孝敌是人之本,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身体力行者。 话说,北魏末年,突厥人常派兵侵扰中原,北魏朝廷为了对抗突厥,大量征兵,一天征兵帖送到了花木兰家,木兰不愿年迈体弱多病的父亲上阵打仗,决定与伴南庄,替父从军。 木兰虽为女儿身,却从小读兵书,学武艺,因此在战场上奋勇杀敌,履历齐功。 经过长达十二年的抗战,军队凯贤回朝,木兰在谢绝了皇帝的高官奉落后,也顺利回到父母身边,恢复了女儿身。 从此,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就广为流传。 有一年,唐高宗写武则天泰山封禅环朝,陆经伯州,朝伯州老军尿和木兰祠,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,封木兰为孝列将军。 花木兰这样的人,就是忠孝两权的典型代表。 他替父从军是尽孝,保家卫国是尽忠,真正做到了,既照顾了小家小义,也全了国家的大义。 好,这一章就讲到这里,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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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谢谢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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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